其实山路挺陡的 而且山里面也没办法像现在这样开直播 因为根本就没有网络你知道吗 然后它不是说像这种水泥路这么好走 它是真的在山里面 所以就是你去不了我觉得 不会的 你哥跟你姐等着的 我听她电话里面等着 要不我们先回去吃个饭聊一下吗 那你是你确实要打算吃饭是吧 先回去再跟你哥聊一下 你哥跟嫂子聊一下 就是我是觉得 我是觉得我们以后没有什么交集 就先就不会就不要回去了 不会的呀 我明天不是还得要陪你去山上逛吗 嗯山上你去不了 那那家人们你们你们觉得我该怎么办 我要带他回去还是让他走 嗯家人们你觉得 你们觉得我现在是跟着阿子回去吗 快点回去吃饭 哎呀家人们都让我们回去吃饭了 但是阿子阿子确实是一个挺善良的呀 嗯其实我我知道我自己是一个心软的容易心软的人 但是但是事与善良不善良的话 谁看见一个需要帮助的都会去帮助 但是确实就是哥哥嫂子这样开玩笑 我搞得我们两个也挺尴尬的是吧 本来就是本来我们两个自己在一起的时候就 就觉得挺尴尬的 阿子确实是一个好姑娘嘛 是吧 大家都说回去 回去回去回去吃个饭再回去吃饭再说 边吃边说 我们还有回去的必要吗 嗯可以的呀 回去回去聊一聊嘛 那其实我也是就是自己出来散散心嘛 现在就是之前公司有点事情 然后现在出来散散心 如果说你要是觉得如果说现在生活过得不太好的话 你到时候也可以跟着我一起出去嘛 我其实你看这就是我们的想法不一样 我其实出不去的 因为因为家里面还有爸爸妈妈年纪比较大了 嗯弟弟妹妹呢都在读书 我呢要帮家里面干活 而且自己还有三个女儿 但是但是你在在山里面的话 你自己找山货找这些 你一个人你看你说你每天就是三四点钟起床 然后走三四个小时的山路 然后去山下去卖那些山货 是吧 但是我可以一边 可以一边弄这些 一边就是可以照顾着家里的人嘛 你要出去呢 你出去呢也可以的呀 我出去了以后家里的孩子怎么办 生活会更好呀 家里的活怎么办 爸爸妈妈有时候爸爸身体不太好 是吧 然后要去个什么那里的 然后就家里都没人看 孩子也会没人管 你哥跟嫂子不都在吗 是吧 这些都可以跟他们商量的呀 回去先回去和他们聊一下嘛 哥跟嫂子的话也有自己的生活 是吧 那你是确定还要回去吃吃饭再走 饿了是吧 你先回去先找你哥聊一下嘛 你别这样嘛阿子 是吧 我觉得 我觉得其实没 没有太大的心价 我是觉得 嗯 那你要吃了饭再走的话 那我们就 你就回去嘛 但是 但是 除了是 你们刚刚也听见了我哥的意思 是吧 嗯 这样的 如果 你 我 现在的话 我其实就是出来散散心 然后 大家觉得阿子 如果说到时候跟着我出去的话 是不是会更好一点 大家觉得怎么样 哦 对 阿子身上遗嘱的衣服服装是很好看的 我也不是没想过 但是确实我 我就是没有那个时间 出去而且 我更不可能跟着你出去 然后你要我要是跟着你出去的话 那得不太好 对吧 嗯 对你也不太好 你还有更好的人生 我们两个不一样 我的人生都是一眼望到头的 是吧 大家都先 大家都说先回去嘛 嗯 那 那行 那 那我们先 我们就 你要吃饭的话 我们就先回去吧 也不是很饿 但就是 想跟你多聊一会儿吗 多待一会儿吗 嗯 我只是觉得可能 可能 可能没有太大的 谢谢 我是这么认为的 先回去跟你哥聊一下嘛 嗯 也行 就是 你哥和你嫂子都还在家做饭等着呢 嗯 你刚才打电话也听见了嘛 嗯 嗯 但是我哥嫂就是怎么说呢 反正就是他们 他们是 他们就是 他们就是爱开玩笑吧 嗯 说实说白了也是为我操心 我这点我也很清楚 但是我们两个就是啊 他们老老看我们两个玩笑 我也觉得 我也觉得就是 我也觉得就是我们两个搞得我们两个挺尴尬的 是吧 是吧 我们 我们就先 回去先坐着嘛 先聊一下吧 家人们觉得行不行 先坐下聊一会儿嘛 也别这么晚的话 也在外面也不太安全 是吧 行吧 行 那就 家人们行 我是认为 就是你可以自己 就是先回去了 也 时间也不早 是不是 大家都说行 那就先 先回去坐着先聊的嘛 是吧 嗯 大家 这不今天都说可以的嘛 家人们都可以的 那我们先回去坐着先聊会儿嘛 你 你也可以 就回去 回去吃 回去吃 你吃了饭你就回去吧 好吧 嗯 嗯 嗯 我 我 只想给你多待会儿嘛 要是 好 你就不要说这些词了 要不然找的 一会儿我哥嫂 又要那个 又要误会了 好了 嗯 嗯 怎么 大家啊 挺尴尬的 你不痛不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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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然后他们两个还在弄 应该是 等会儿等会儿等你哥跟嫂子拿来再聊一会儿嘛 是吧 嗯就是你不要听他们说啥 反正你就当 你就当没听见吧 是吧 嗯 你就当当没听见他们说 反正他们就是 就就觉得我第一次对看见带了个男的 然后就觉得很稀奇 也也没有吧 这是我的原因 不是你的原因 就是挺不好意思的 今天让你就是让你觉得这么尴尬 嗯 但是哎 只是我觉得 从我碰到你开始的话也就是 觉得你人挺好的确实 然后怎么说呢 嗯 我知道就是我也觉得你人很好 但是 嗯 对 我你 我知道你 可能也觉得我人就是 人品还挺好的 但是 就是适合做朋友嘛 嗯 我也觉得你人挺好的 是吧 人长得也很高很帅 但是 但是 嗯 嗯 对你是一个 我们两个就是一个 一个是 一个天一个天 一个地这种感觉 差距很多很多 是吧 然后就可能可能肯定不存在他们说的那些事情 就是适合做 适合做朋友 嗯 适合做朋友 但是你看 你是要回去的嘛 你看像直播间里面有500多个 500多个家人都在看着你吧 都都喜欢看着你吧 大哥大姐都都都喜欢你 有这么多 有这么多 今天今天晚上有这么多来人来跟我一起看吗 有的呀 嗯 家人们就是 不好意思啊 今天让你们那个 在你们面前有点那个 整的挺尴尬的 是吧 也没有吧 其实 也 嗯 就 就 就我自己其实也没想过这么多 就是我自己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状况 但是 他们有时候就是老师就是说 要给我相亲呀 这样那样之类的 就是知道吧 然后 然后 也是为为你更好一点嘛 是吧 嗯 但是 与其 就像网上说的一样 与其那个 与其遇见 遇见不好的 还不如自己一个人 简简单单快快乐乐的 带着自己的孩子也挺好 嗯 但是 哎 没什么但是的 嗯 都是哥哥今天哥哥嫂子 哥哥嫂子就是开玩笑 开的比较大 你不要介意就行了 没有 但我们俩 真是的时间 也不长嘛 是吧 但是 从我的感觉来想的话就是 你确实是一个 挺挺好的一个人的 嗯 这句话你今晚上说了很多次 对啊 但确实是的呀 不用再说了 嗯 我知道 嗯 就是 嗯 你是为了让我 就是稍微能够体面一点 但是其实没必要这样 我已经习惯了的 没事 我已经习惯了 就是 就这样的 嗯 啊 说实话 嗯 我其实看着 看着你的话也还是 你不用说 嗯 我的 也不用觉得这么尴尬 就是 也不也不是尴尬 你知道吧 有些 有些 就是他们 就 反正就 都是 都是 都是因为我把你 也没有 把你带到这里 然后都也是要慢慢接触的嘛 是吧 嗯 我们也 但是 虽然说第一 第一 第一感觉的话也确实不错的 嗯 嗯 嗯 其实 没啥 那种 我俩本身就 就 我俩本身就 我俩本身就 不是一个 不是一个 层 层面上的人 是吧 其实也不存在什么 嗯 第一感觉 第二感觉 可能还是 就是 朋友的缘分吧 应该是 然后 我们就不要说这些事情了 嗯 快快这些话题吧 原来到 到时候 整的 大家也挺 就是 尴尬的一会儿 就是嫂子又问 是吧 嗯 那 那我可以 问你一个问题吗 嗯 你问 就是 你 心目中的 一个人 他的样子 是怎么样的 我只是 就是 想要一个 就是 比较不佳的男人 嗯 嗯 就是 有责任心 有担当 然后 善良 心地善良 嗯 嗯 这样的 就是 这样一个人吧 就是 提起好一点 然后 有责任的 有担当的 善良一点 就这样的 嗯 嗯 那如果说 我是这样的一个人 你 相信吗 你 你是这样一个人 我其实我看得出来 你是这样一个人 但是 嗯 对你是 但是你是 但是我也知道 其实 其实如果就是 你知道吗 那天 就是晚上第一眼 我看到你的话 就 有一种 特别的感觉 你知道吗 你就 你就别开这个玩笑了 就是 我知道你 就是 你是一个 就是很好的人 但是 对吧 你很好的人 是 会有这种 会有那种 你配得上你的人 是吧 就是跟你一个在一个 跟你在一个平行线上的人 那 那你为什么就不能确定 我喜欢的是像你这样的人 怎么可能 怎么不可能呢 怎么可能 对吧 我一个 我一个农村的 然后 我也是的呀 来带着 你告诉我你是农村的 对呀 我能看得出来 我家里都是农村的呀 我能看得出来你的那个 你的 行为举止啊 言行啊 是吧 就是包括 穿搭呀 这些方面 都能够看得出来你不是农村的 是吧 而且整个人也是特别特别的讲究 那 也是在 你的面前可能会这样的 不是 就是 我知道你是一个很好的人 但是你 你 你会有 就是 就是 更配得上你的人 而我 而我的话 我就算说白了 就算我是 我是 我现在是十几岁 或者是二十来岁 然后 单身一个人 我也觉得 我也觉得 说真的 我也觉得我高攀不上级 那 那 那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 你 为什么觉得 我不会喜欢你这样的呢 是吧 每个人 他对于感情的定义的话 也都是不一样的呀 嗯 有些人觉得他自己的一个想法是对的 但是他没有考虑过就是 其他人一个的 其他人的一个想法的呀 嗯 你说是吧 但是 但是我觉得 人 跪就跪在 有自知之明 对吧 对自己 对自己还是比较了解的 嗯 怎么说呢 我感觉我自己 已经不是十几岁的小姑娘了 然后也不是一个人 然后就 经不起那样的伤 伤 就 就 就像我哥说的一样 有些 外面的老板呀 或者是帅哥呀 或者什么的 在这里来 然后认识几个人 然后玩一会儿 玩个几天 然后说要相处 最后正要在一起的时候 就走了这种 那 那你有了解过 我的想法是怎样的吗 嗯 你的想法 没事 你就是这里玩几天 嗯 差不多就 差不多就行了 那 那 但是 嗯 不管他们 还在洗锅 那 你 你觉得在 你心里 我是 我就这样的一个角色吗 嗯 我 只是出来 虽然说我只是出来 散散心的 是吧 但如果说 碰到 对的人了呢 嗯 我可能 你可能会在 你可能会在 在路上 碰见对的人 但是我觉得 这个对的人 肯定不是我 是吧 因为我俩 那也不一定的呀 差距太多了 大家 大家都想看我吗 想的话公民上面 抠个一呗 我看一下多少人想看的 大家都比较好奇是不是 有可能 也有可能的 嗯 不怪家人 就是 怪我四季 但是 我 我 见你的话 看 就看见你的话 确实 怎么说呢 嗯 觉得你 挺好的 比我在 那个 大城市里面 见过的那些 女生 怎么说呢 都要好得多啊 我觉得 也优秀很多的 因为 你看 你说 你说你平时的话都是自己一个人照顾家里 然后 早早的就一个人背着那么重的东西 然后去山下摆摊 你山上下去都得要三四个小时 你说城市里面哪哪有过这样的经历的 像你这么顾家的是吧 很少有的呀 因为 就是因为你觉得 就是因为你觉得这种见的很少 所以你就觉得比较稀奇嘛 这种的话 也不是的呀 这种的话 嗯 不是说有好感或者是怎么样 这种的话就是 就是稀奇 对吧 家人嘛 你怎么说对不对 这种的话就是稀奇 嗯 是吧 是不是家人嘛 其实 这些也都是你自己见到了嘛 但是 在我眼里看到的话 也都是你自己没有看到过你那些 都是你自己没有看到过的那些优点 怎么说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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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